大家好 OIT 今天对中国推出的免签政策做一些问答 那么首先中国又扩大了三个国家 也就是新西兰 澳大利亚 波兰 这三个国家也可以得到免签 那么时间期限是从2024年7月1号开始生效 到现在6月26号还没生效 到下个星期 到2025年12月31号 这个期间就一年半时间可以的 以后是否的延长还要看中国的通知 可以是来华经商 旅游观光 探经访友 过境不超过15天都可以 在华经商也可以 居然是 另外这个几个问答10个问题回答一下 第一个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来华 是否需要通过中国驻外领事不需要 也就是说最久的真正的免签 那么他是否会核查呢 那最好是要提供建议携带邀请函 机票 酒店订单和来华的证明材料 万一被查到的话 那么边境机关可以做出一些决定 来华工作 学习 采访工程不属于演技范围 工作 学习 采访不行 未成年人一样等同一成年人 最近入境的有效期是有些 护照 那么护照要有效的 15天是从入境的当天入境 比如说1号入境 那么15号的24点 就是午夜的时候要离开 零军最后最后停留下这个时候 你拿了关键是看国籍的这是 拿到内亚国籍 新西兰国籍 波兰国籍等等些 欧洲国家那些很多国家都开放了 拿着国籍从其他国家入境都没关系的 他看护照主要是 还有旅游团和个人是一样的 等同都是免签 如果超过15天 赶快要在中国驻外领事馆办理 或者公安机关向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 申请办理 继续停留更多的时间 那么这是不限制次数的 总停留天数无限制 那么你可以一年内多次入境 出境都可以的 每次不超过15天就可以了 这就是这些关于这次免签的一些问题的回答